自由黨和特首林鄭月娥會面 就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建議 四個自由黨成員 早上和林鄭月娥會面之後見記者 他們說在會上就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建議 包括希望政府在船隻租任上 給予船東、船舶管理公司 和商品貿易商等的人享有稅務優惠 這樣可以抵消美國單方面 取消雙重貨稅寬免的安排 又要求政府盡快成立航運港口管理局 已有助推出新政策 協助電子商貿發展 他們又要求長者2元搭車優惠 可以涵蓋至所有交通公司